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植物呢 确实是我自封的 但是呢 我是狗拿耗子啊 就是在侨岭这个问题上 我是经常是多管闲事 当然了 管闲事嘛 有的时候也免不了 惹了不少麻烦 那么前几年大家也知道 我跟侨岭也打过官司 不过呢 这一次啊 我要说说东部侨岭的事 我是不怕打官司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还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欺负谁 你也不能欺负加拿大的总理啊 是吧 有人问了 说是 这话从何讲起呢 就从上个月讲起啊 那上个月 多伦多乔社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成立了一个叫 加拿大藏族同胞联谊会 那本来出个什么联谊会之类的 没有关系 不要说藏族 你就是什么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乌斯别克族 什么组都可以 这个东部的加拿大华联谊会呢 专门啊 把这个藏族同胞联谊会啊 归入他的麾下 总理 移民部长都发了贺涵 那后来发现这个贺涵是假的呀 也就是说有人 带加拿大总理啊 和移民部长啊 胡森啊 一起啊 给这个藏族同胞联谊会 写了一封信 那么这件事情呢 当然我认为啊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虽然说在加拿大成立一个社团 要叫总理部长啊 写封贺信 不难 持续的周期差不多就15天 但是呢 这为什么要造假呢 肯定是真的拿不到你才做假的吧 而且谁造假的呢 那事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月了 这个加拿大东部的这个华联会 还有加拿大藏族同胞联谊会 你为什么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那有人有个姓屈的桥里啊 原来是什么专业协会的什么会长什么东西的啊 出来打圆场弄了个英文的一个说明 说这是义工干的 这不就是中国当年的什么火灾了 桥断了啊 哪里出了事故了 都是临时工干的吗 这不是临时工干的翻版吗 怎么都到了加拿大了 还学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把戏呢 这是莫名其妙啊 那再说了 那中共说临时工干的嘛 他还导出一两个人来啊 该处分的处分 该开除的开除 人家还总算有个交代 那义工 哪个义工啊 大家想一想啊 义工一毛钱不拿你们的 冲着你的面子过来 稍稍帮点忙 他吃饱了撑的呀 去做一封加拿大总理的贺信给你啊 这不分明是精神院跑出来的人吗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找理由 找托词 也找好一点的 那么究竟谁干的呢 谁干的 那山山的红星里面有一句话叫冬子干的 那冬子谁 你把冬子叫出来啊 那有人说了 你就 哎呦 你也就不要啊 这个一直死盯着了 又啥意思 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兄弟们 因为以前没人敢 就冒充总理写贺信啊 这个事情是正好被发现了 不然的话蒙过去以后 下一次又发了呀 他们 那你有本事你弄一封习近平的核心呗 是不是 你不敢吧 你只敢欺负加拿大的总理吧 你不敢欺负中国的总书记是不是 那说明你还没胆嘛 不说嘛 敢做敢当嘛 事不大 说明原因就行了 说你为什么你要冒充这个总理写封贺信 那还好了是贺信啊 你要冒充总理写个批复啊 出了人命怎么办呢 当然说我这个贺信敢写这个批复不敢写 难讲啊 那签字不是真的吗 那签字谁伪造的呀 是不是找了什么东西的模板过来套的呀 再退回来 这个什么藏族同胞联谊会 那藏族同胞联谊会里面怎么 我们一看里面秘书长 副秘书长 怎么全是汉族同胞呢 这个藏族同胞怎么变成是山寨的这个 这个同胞在里面呢 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我们什么都能搞 不要恶搞 你恶搞就没什么意思了 哎 我是我也帮中纪委啊 操心呢 是吧 虽然我是不拿钱的自封的山寨的特派员啊 但是就看不下去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他可是整个协会的一个灵魂啊 那你整个藏族同胞联谊会弄俩汉族的在里面 你们会藏语吗 还有呢 这协会两位人士也不是藏学研究的专家呀 既不会藏语 英文会不会我不知道 那你们用什么交流呢 你用 你用普通话交流呢 那些藏族同胞难道 说一个一个都跟那个现在现任的什么叫多吉什么东西 那个会长啊 他倒是会说呃 会说汉汉语的 那其他同胞会不会说呢 再说了 这两位山寨藏包 一个嘛是装修的 一个是开饭馆的 我不是说开饭馆的 装修的不能搞 这个藏族同胞联谊会 而是说呢 他们这个 他们这种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他这个西藏 半毛关系都没有啊 是吧 也不可能是一个藏学的一个研究者 最多也是一个啊 属于这个少一世不如多一世的这种社区活跃人是罢了 还有呢 据我的猜测啊 这个协会多多少少就是由这两位汉族同胞给推动的 这个藏族同胞联谊会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藏族同胞的那些社区的组织都不认可这个团体呢 倒不说是因为你们两个什么开饭馆的装修的混在里面 人家不承认 而是整个恐怕啊 他们藏族社区对几个人出来搞这个联谊会 也不一定意见都一致啊 那不然的话 为什么成立大会的时候啊 除了美国来了几个啊 那个那个 反对老佛爷的那个啊 那个那个叫什么 这个藏族同胞以外 就没有其他藏族同胞参加呢 所以呢 那个我我还是那句话 成立什么社团 这个都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是呢 特别八卦的不要搞 不伦不类的不要搞 不三不四的也不要搞 那以前不是有什么八一连什么战友联谊会啊 有的地方成立个什么老兵啊 什么什么联谊会 人家以为有老兵好啊 以为是以为是这个加拿大啊 二战退役啊 老兵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呢 结果进去一看 全是一颗红星头上带 革命的红旗瓜两边的主啊 这不是瞎考吗 这是后来最后搞不下去了吧 散伙了吧 你解放军老爷爷 你一退休之后 你就安安稳点好不好 不要到国外来搞什么这些玩意儿了 你不知道吗 加拿大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 是两支不同的部队啊 你不要把这两股人员都搞在一起 这么老兵老兵的一叫 所以呢 我本观察员啊 在这里呢呼吁啊 东部的加拿大华联会 为什么我要说东部呢 因为西部也有一个华联会的 所以你们呢 这个我现在 我是因为业余研究这个 不然的话 所有的新移民百分之百都要搞混啊 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叫加拿大华人什么联合什么总会啊 这样的总会啊 至少啊这样的总会啊 一二十家总不值啊 所以希望东部的那个把藏族同胞联谊会归入自己麾下的那个团体的负责人啊 你们要有担当啊 既然出了事儿 不要让他就这样啊 混过去啊 我观察员啊 我会继续观察的啊 我我也不叫代表大家观察 我就好奇心 你得把那个这个事情的原委有个交代啊 然后呢 可以做一个警示 以后呢 你就不能随便冒充人家总理部长了 你最多呢 也就冒充冒充你们自己的家人啊 发个贺信 这还是允许的 你不要冒充别人 是吧 当然了 你如果有打 你冒充冒充啊 中共中央的贺点 哎 那个我跟你讲 如果你中共中央不敢 你冒充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乔务办公室的电 这个这个贺涵 有没有种 你倒是说一说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